你老逗他干什么,他比你们那圈塑料姐妹花可有趣多了。 蒋纯走后,谷开阳摆弄着吸管,邪逆记名书。 记名书闲道,就是因为有趣啊,你不觉得他特别像企鹅吗?好可爱。 谷开阳一顿,白眼都不知道从何翻起。 逗完蒋纯,又做了的全身spa,记名书的心情比泡温泉那会儿好了不少。 不同于刚刚像蒋纯张口就秀那般,记名书和陈森实际上联系得很少, 不管在国内国外,两人都不大会主动去找对方,更不用说晚上陪不陪的, 通常在家碰面,还得看缘分。 陈森一大早地开罪,让记名书连这点缘分都不想牵扯。 他整个周末都没回名水,就在市中心的公寓潇洒自在, 顺便琢磨着改了改设计图纸。 不得不承认,陈森那痛嘲讽打击到了他的自尊心。 他反复回看图纸还有零度晚宴的现场照片,突然庆幸。 在这种场合,室内设计师通常没有姓宁。 陈森也没回名水公馆,他刚回国,应酬分支踏来。 而且,公司那一出好戏刚刚开始,主角怎么好提前离场。 周一,自陈森那封接管集团的调职通知后,军艺员工们又收到一枚重磅炸弹。 内网毫无预兆地公示了数十位高层的人事变动通知, 其中就包括陈森回公司那日,自己没有出面,让秘书来给夏马威的现任总经理,黄鹏。 而这些所谓的人事变动,说得简单明了一点,就是开除。 68层总裁办外,一早便占了一排黑衣保镖。 今日军艺齐观。 数位高层怒发冲冠,杀到总裁办讨说法,最后都被保镖毫不留情地拖出门,送进电梯。 有的高层宛若失智,被拖出去后,全然不顾平日高高在上的形象。 哀层哀层当着员工的面皱爹骂娘,撒破姿态十分难看。 人大概都是不痛在自己身上不长记性的奇怪生物。 若有几年前的南层旁之米虫还盘踞公司,一定对今日场面见怪不怪。 真要对比起来,今日曾森下手还稍显温柔,毕竟上一次, 他是直接让保镖将人扔出了集团大楼。 最后一位丽林总裁办的是黄鹏。 黄鹏这名字乍一看比较圆润粗犯,但他本尊身形轻瘦,眉目温和, 穿着打扮也很有格调。 见耳顺之年的人了,保养的还像是四世出头正当盛年的美大叔, 与风度翩翩如雅斯文这样的赞美十分合称。 想来,若非他这般爱识舵,又喜欢上床前谈人生讲哲学, 二十多岁的小姑娘也不会和喜宝似的不要儿子要老子了。 黄叔,坐! 岑森温和游离请他入座,黄鹏却很难摆出往日那种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从容姿态。 他站得直,声音里也有压不住的冷硬,不敢,我和岑总怕事,攀不上这门书职交情。 黄叔这是哪里话,岑森微微厚仰靠上椅背,开门见山道,如果不是看黄叔面子, 我怎么会管小枫,小枫现在玩得有点没轻没重,照我说,吃点教训才好。 有些事准备太久,他已经不想多多圈子。 黄鹏听到这话,同任户的一说。 黄子枫是黄鹏独子,从小便是魂,不吝母样,好的全都不会,坏得样样精通。 黄鹏,十八岁的时候,还和老子抢上了女人,家丑被他外扬的众人皆知轰轰烈烈。 奈何那小姑娘,喜欢成熟稳重的款,气她若碧履,死心塌地非要跟着黄鹏。 因着这事,原本就不慎和谐的父子关系愈发恶劣,这几年,黄子枫在外头也玩得越来越凶, 说他是五毒俱全的社会败类,也毫不为过。 你把小枫怎么了? 黄鹏声音低了低,不难听出言语里的紧张。 他对这不成器的儿子一向是非打极骂,但怎么说,也就这么一根继承皇位的毒苗苗, 若非他名利管束,按理骄纵,也不会把黄子枫灌成现在这样一个废物。 岑孙双手交握,慢声道,前几天我在星城,刚巧碰上小枫和朋友玩过头, 被警察给扣住了,我已经给局里打过招呼,黄叔不用紧张。 这些天忙于应对岑家这对父子的大动作,黄鹏也没功夫去管黄子枫在哪浪荡。 这下仔细回想,他大概有一周没有黄子枫的消息了。 自己的重什么德行,黄鹏心里门清,去年三男三女溜冰溜的眉眼看, 他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把人给捞出来,这回被扣这么久也没点动静, 岑孙显然是有备而来。 空气在此刻无端陷入静默。 黄鹏绷着的神情缓了缓,态度也呼得软和不少, 先是谢了一谢,而后又开始攀扯旧师情谊。 说起来你和小枫也算兄弟,他上高中那会儿,嘴边天天挂着僧歌, 一晃也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不像你,不成气啊。 说着,他还自顾自地摇了摇头,可惜岑孙神色平淡, 像没听到般,打开手边一份文件, 并着取下笔帽的钢笔,一起往前推了推。 退休是好事,黄叔以后也有时间多管教管教小枫了。 他今天只穿了件量身修材的深色衬衫, 抬手整理衣巾时,隐约可见他腕上的银色方形袖扣, 和这办公室里新天的黑白灰金属元素一样, 衬得他整个人都冷冰冰的。 这场较量早有输赢。 见岑孙完全不吃感情牌,黄鹏的合缓停在脸上, 慢慢变得僵硬,然后又慢慢收了起来。 静默良久,黄鹏还是往前迈了步。 他直直看着岑孙,拿笔速度很慢, 腰也不肯弯,在文件末尾落下签名的时候看都没看。 岑孙也没避让他的视线, 带周嘉恒确认完签名,他冷淡道,黄叔放心, 我给小枫在蓝楼订了一桌,当时接风洗尘, 您现在过去,时间刚好,公司是多,我就不去了。 黄鹏额头隐约抱起青筋, 嘴角不慎明显地抽动了两下, 而后一言不发,离开了办公室。 虽然他至始至终都没弯腰, 但离开时的背影似乎已经不如进来时那般挺拔。 带人走远,周嘉恒上前, 好像刚才无事发生般, 向岑孙会报道, 岑总,星城城北那快递金盛同意转让, 而且,陆董给降了五个百分点, 我已经被礼让人送去金盛, 法务部再走合同, 预计这周可以签约。 岑孙点头, 这是这周调整过后的行程安排, 您过目一下,周嘉恒将平板递过去, 还有,南桥胡同那边打电话过来, 让您和夫人今晚过去用晚餐。 岑孙看着平板,依旧点头。 不知想到什么, 他忽然问,夫人在家。 周嘉恒眼观鼻鼻关心, 在百翠天华。 百翠天华是帝都有名的酒店服务室公寓, 在帝都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 高昂房价并不稀奇, 百翠天华之所以能做到众人皆知, 靠的还是他所打造的圈层文化理念。 薄翠天华开盘之初, 便有对购房者资质审核甚言, 拒绝过多位明星购房需求的传闻传出。 当初是真有其事, 还是楼盘炒作, 已经很难求证, 但现如今, 这里还真被成功打造成了区块链大佬的聚集地。 静明书在这的公寓, 是他伯伯济如松送给他的新婚礼物, 占据薄翠天华顶楼整整一层。 一面是近20米长的圆弧形全景落地窗, 一面是如空中楼阁般的宽阔阳台, 帝都南面风光一览无余。 静明书在阳台养了很多花草小树, 明明是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照料自己的温室花朵, 养的花草树木却也满生长出了奇异花园的架势, 张扬又鲜活。 曾森到楼下的时候, 静明书刚好改出一张满意的图纸。 他拿着图纸反复欣赏, 恨不得打电话给谷开阳, 让他们立刻马上重新举办一场晚宴。 再将岑森按至现场, 让他睁开狗眼看看清楚纪大小姐的真实水平 到底有多么惊天动地出神入化。 反复欣赏180遍后, 静明书才满足起身, 撑了个懒腰, 踩着一地狼藉去给浴缸放水。 一个人住不用那么规矩, 他特意将浴缸摆在了阳光房里。 等水放好, 他随手打开音乐, 和上临窗那一面的窗帘, 将整个人都浸入温热的水中。 在楼下, 岑森给静明书打了两次电话, 通室通了, 但无人接听。 等上了楼, 他又好耐心地按了一分钟门铃, 里头半点响动也无, 他这才刷卡开门。 怪就怪在房子隔音效果太好, 在外一片寂静, 打开门, 里头却传出了震耳欲聋的重金属音乐声。 岑森站在门口, 有一瞬间, 以为静明书这位大小姐, 青天白日都不甘寂寞, 非要找一堆低质生物在家开怕。 等看清眼前乱糟糟却空无一人的屋子, 他又听到, 混在音乐声中, 女rapper施了置班的机, 请开嗓, Hey boy, Look me。 岑森寻声望去, 只见静明书坐在满池泡泡中央, 一手拿着扩音器, 一手高举, 摆出悠悠的手势, 不时往上顶。 静明书是仙女, 仙女, 仙女, 颠倒众生的仙女, 仙女, 仙女。 虽然没有一句跟上节拍, 但他挺会吵气氛, 自己唱完一句, 还颇为生动的模仿观众应喝一句, 岑森被迫欣赏了三十秒。 当他以为这一段致命的鸡, 情说唱已经尬完的时候, rapper既用创作实力告诉他, 一切还只是一个开始。 既明书是仙女, 仙女, 仙女, 让你群下称臣的仙女, 仙女, 仙女, 你睡不到的仙女, 仙女, 仙女, 你的取向狙击, 狙击, SK2。 一句SK2伴随瞄准开枪的手势完美收官, 空气却在这一秒陷入死寂。 隔着阳光房的玻璃, 既明书仿佛看见岑森脸上冷漠地写着一行字, 哦, 我睡到了。 鸡头条线出品鸠着露人。 我闭着露人座的illas名字。